台湾有很多重大的工程 包括高速公路上面的五阳高架道 那么都是有很多来自于东南亚的太极男性劳工 那么一起协助兴建建设而完成 但是台湾雇佣太极劳工的老板发现一件事 也就是他们的太极劳工 有的因为都是年轻力壮二三十岁 竟然有人在半夜睡觉的时候 会开始说梦话 那么说梦话了以后 会像俗称鬼压床一样开始全身发抖 然后发出奇怪的一语以后 大叫一声就死了 就突然间猝死了 而这样猝死的现象 竟然在台湾这二三十年以来 自从开放太老进来了以后 竟然高达大概快接近四十人左右 那四十个人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 等于说人数 那么使这些太老因为里面的内心揣揣不安 所以包括包工在内还特别请泰国的高僧 来到台湾做什么呢 因为特别来诵经做法 那么希望能够清除一些所谓的拍米亚 那么能够让这些太极劳工能够安安稳稳安心的做工 而且更可怕的是 曾经在二十几年前 在花莲包挂这个和平工业区等地 还曾经发生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连续接连有四位的太极劳工 都因为这样的不明猝死症而死亡 所以后来那么这些太极劳工 大家开始人心惶惶了以后 一传十 十传百 台湾的太极劳工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他们在白天做完工 那么晚上回到宿舍了以后 通常他们很多宿舍都是用简易的货柜屋 或者是搭建简易的三甲板等等 就做成了他们的宿舍 他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竟然会在嘴巴上面涂口红 指甲上面涂上红色的指甲油 紧接着来还会穿上女性的睡衣 女性的内衣 还有的还会戴这个女性的假发长发 然后还会在这个门口挂一些红色的衣物 各位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 震惊全世界的泰国寡妇病 为什么说是泰国寡妇病呢 因为他们怀疑是来自于他们泰国的一个寡妇鬼作祟 所以他们一定要打扮成这个像女人的样子 让这个泰国寡妇鬼误以为我是女生 我不是男人 所以不要找我下手 不要射走我的魂魄 不要夺取我的灵魂 那么我们台湾的相关的单位呢 包括当时的卫生署 现在叫做卫福部 那么包括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移民单位呢 开始进行调查了以后 因为猝死的症状太过离奇啊 本来以为说是心脏病 还是包括SARS期间都很担心 是因为感染SARS 就后来发现既不是心脏病 也不是感染SARS 然后呢 法医解剖尸体了以后 还查不出任何原因 既非中毒 然后呢 又没有这个人要心脏肥大 而且死亡者都是年轻力壮的 这个太极男性劳工啊 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样离奇死亡事件 实在是太难解释了 而且重点是 没有办法防堵 什么方法都是了 法师也请来了 最后到底能不能查出 这神秘死亡事件的真正原因呢 瑞德 原来这个病 泰国寡妇病 不是只有台湾 我们台湾死了大概用 因为这样泰国寡妇病 猝死人数大概接近40位左右 可是在我们往南的新加坡 却已经死了200多位 因为新加坡大量的使用 包括泰国的劳工 也包括来自于印度南亚的这个劳工啊 结果没想到 新加坡死亡的人数 竟然比我们台湾足足多了五倍以上 有200多个这个泰籍的劳工呢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而因而猝死 然后进一步调查了以后 更赫然发现 来自于沙烏地阿拉伯 来自于包括杜拜 来自于包括美国等地全世界 只要有泰籍劳工的地方啊 都发生过如此的 这个泰国男性猝死案 所以新加坡的这个等于说官方呢 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视 当时也惊动 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的科学家 跟医学专家 跟医学专家来进行一个研究 那么包括尸体解剖 那么从他的内脏里面 采样了以后呢 发现跟台湾猝死的这40位的太极劳工一样 他们年轻力壮 所以呢 本来以为是心脏方面的毛病 没有任何心事肥大 还是我们说的三高影响 因为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等影响的 猝死症状 然后呢 事实上 他们身体里面也没有中毒的现象 不过 这些来自于美国的科学家 跟医学专家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身体里面的甲离子比较低 还有维生素V1比较低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那么可是问题是 就算即便甲离子跟维生素V1的含量比较低 也不至于发生这个猝死的症状 那这些死亡的人数里面呢 这些离乡背井来海外打工 然后呢 来进行这个比较危险工程的这些太极劳工 他们被发现归纳这些猝死的人 里面有四分之三 都有服用一种泰国的草药 因为呢 人在这个异乡 有时候发生难免发生一些内伤外伤之类的东西 那么因为为了节省相关的医药费 所以他们会服食这样的一个草药 那会不会跟这个草药有关系呢 可是另外还有四分之一的人 没有服食过这样的一个草药 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共通点呢 有 这些在全世界无缘无故就这样子暴毙猝死的太极劳工 都来自于泰国的东北部 那么事实上呢 包括新加坡 包括台湾 后来就把矛头指向回去泰国 结果意外发现原来在泰国东北部也就是这些离乡背景外出工作的泰国劳工的故乡 同样也有更可怕的这个泰国寡妇病 而且呢死亡人数竟然已经超过了七百多个人啊 只好请来乌医 请来类似我们的当机机桶来问 请神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问出来 我们这个常去泰国玩都知道泰国有个女鬼叫娜娜 事实上呢 他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寡妇鬼 那么这个寡妇鬼死了以后呢 据说他死亡以后 喜欢找年轻力壮的男生为伴 那么做伴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呢 跟你一夜销魂了以后呢 直接把你的魂魄给吸走 这听起来很像 那么以前的那个鬼故事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狐仙吸魂夺魄啊 那么事实上呢 那因为乌医这样讲 所以后来啊 乌医就想了很多的办法来对付 比如说在这个请这些男性 年轻男性里面呢 就跟我们泰国的这些老公睡觉说一样 骗鬼 为什么骗鬼呢 那么就用这个 你涂腮红 涂口红 涂指甲油 穿内衣女性胸罩 然后穿这个女性的那个等于说 睡衣在戴长话的方式 骗鬼 有没有效 有效 可是问题是 后来还是有被试破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有完全打扮成 女人的这个年轻力壮的泰国男性呢 一样猝死 一样暴毙 所以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他们想了好几种办法 那么后来啊 甚至有村民就想了一个 比较奇特的办法 他们就去造了大概十公斤重的 非常大的男性的生殖器 我试试 你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